請你跟我這樣做 第一件事情也有道具 道具來 椅子一張有靠背的 然後呢很性感的跨過去 然後呢慢慢的讓你的人往前走走走 雙手抓在椅背上 雙手大概盡量併攏 然後讓你的膝蓋內側喔 注意喔所以膝蓋可以微彎 膝蓋的內側 大腿的內側呢 沿著椅背慢慢的夾著它 然後喊一口氣滑著坐到椅子上 對 滑著坐下來滑著坐下來 要先喊一口氣 對 要性感喔 好性感喔 然後呢再把你的兩隻手 把兩隻小腿往外推 就是盡可能變成一個大摸 然後腳跟呢要往前 差不多超過椅腳一點點 超過椅腳一點點 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雙手抓住椅背的時候呢 兩隻腳的大腿內側 現在有沒有手可以戳一下 變成扁扁的 內側這裡 真的好硬喔 對 屬膝部的兩側 變成薄薄的扁扁的 很拉筋耶 對 好酸喔 然後有沒有發現下腹部奇怪 這個時候我們再往前 往椅背挪一點點 下腹部摸一下 有沒有變硬梆梆的了 哇 有一點 好像有耶 然後現在就很輕鬆的呢 我們把兩隻手的手肘 擱在椅背上 對 腳開 手擱 然後手心輕輕的 把你的後腦刷往前壓 對 有一點點 讓你的脖子很舒服的 被你的雙手包覆住壓著 然後呢 嘆一口氣 深吸氣 喊氣 好 現在有沒有覺得小肚子 下腹部更吸進去的感覺 有 所以現在這是預備動作 好 來 深吸氣 往上挺胸 然後呢 像咳嗽 像我們那個感冒咳嗽那樣 很大聲的咳 預備 吐氣的時候縮住 手肘都不可以移開 大腿要夾緊喔 咳嗽說 對 就是比較接近四身的那種咳嗽 我們每咳三次就要往上挺胸一次喔 所以跟我一起連咳三次預備 咳嗽 走 咳 咳 咳 好 吸氣 上 再一次 下 咳 咳 咳 我現在要站起來一下下 請大家看我的側面喔 對 我們決定我們的小肚子呢 扁不扁 有沒有看到 第一件事情 你的下背要有力 你才不會變成前傾 有沒有發現肚子就凸了 對 然後很多人都知道 要夾屁股 可是有沒有發現一夾屁股 你的肚子就皺起來了 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下腹部跟你的 下背部跟你的下腹部 把你往中間夾進來 有沒有發現整個人就變窄了 對 所以剛剛那個動作就是藉由 擱著椅背 大腿夾著椅腳 就把你的下腹部 好像那個束口袋啊 踩住 把你的小腹束平 那樣的感覺 這個動作 要做幾次啦 一天 一天剛剛可三下是一組 一天做三到五組就好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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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